这么多年来,你看我从拍电影到现在的改变就是因为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是需要你们的声音告诉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这个电影好,这个电影不好 你可以翻看我几十年前的电影,电影都有狗屎尿屁 观众喜欢看的,嘴鼻子嘴屁股,你们都会笑 哦,原来这个观众喜欢这么样子,这种笑,每部戏都是狗屎尿屁,就是有这种东西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张爱佳,他说这个电影很好看,但是我不能带我儿子看,太残忍了 我们慢慢知道,从媒体,从影迷,从那些报刊,从一些影评中间 我不断的去学习,以后知道了,你怎么样去可以拍一个电影,有动作,而不残忍 有笑话,而不下流,把那种狗屎尿屁,最难拍的功夫戏剧拍出来 你没有这些很难拍啊,所以,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听听你们,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 所以谢谢,谢谢你们的,我学到你们的东西,今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萌,今天呢是4月15号,一会儿呢要出去看陈希腺演唱会啊 这会儿正在下这个新加坡的热带雨啊,不知道这个镜头上面能不能照出来 这个丝丝细细细的雨滴,反正身上吧,黏黏糊糊的,鼻子吧,也不是特别痛 因为一从空调房出来到户外呢,它有一个温差,也确实不太好过 但是再不好过呢,怎么也比这个,在北京吃沙子,吃土要强不少 反正吧,我就是一副这个打引号的小人得志的样子,一副这样的嘴脸 大家熟悉我的人,应该不太会跟我计较啊,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念北京的朋友吧 希望他们在这轮沙暴的过程中吧,能保护好自己的咽喉啊,还有什么鼻腔什么的 北京春天吧,就这样,风沙大 但是人间四月天,还是可以期盼一下啊 话不多说,今天呢,聊点轻松自在吧 这两天聊什么铁链女啊,然后那些大V之间的撕逼什么的 确实也是看得头疼 今天聊点啥,聊点电影圈的事情啊 今天看了一个新消息说,成龙大哥在中传,中国传媒大学 被这个传媒大学的耿直学生给怼了 为啥呢,他穿着一个新戏啊,叫龙马精神 然后呢,去传媒大学做录演,电影宣传嘛 一般呢,这个主创人员啊,带着电影啊,去电影院放一放啊 去大学里面跟学生交流一下,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那成龙大哥作为那么传统的一个人嘛,那必然也是要选 选啥学校不好啊,非要选传媒大学 传媒大学那都是吃过看过的,看过之后一个学生就站了起来说 成龙大哥,我觉得你这电影真不怎么样啊,这个就差说烂透了是吧 然后他就说这个麻烦能不能把电影票给我退退 最后话音刚落呢,一堆人啊,鼓掌鼓掌,就太棒了 你的同学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啊 所以我就在想说,难不成这一代人 还是有慢慢也就觉醒了,就是屎吃多了 真的,就是那些屎吃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觉醒 可能这个是今天话题的一个重点啊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也没有真的让成龙大哥下不来台 成龙大哥还在上面还讲什么假事的啊 都问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我就是这条视频 之前最开头放的那么一个视频,可以看到成龙大哥都说了啥啊 反正把学生们哄的还是挺开心的呢 然后还有一说啊,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学生 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这个就是 你的这个水平退步也真是退步了,成龙大哥这个不太好拍电影了 然后呢,我这虽然是拿着免费的票来的啊 这个我也确实是不太想占你们便宜,知道吧 就是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拿着免费的票 但是我还是有一说一,有啥说啥,拍的烂就是拍的烂 实在要不成,我把这个票钱给给你们补上 这票钱转给你们公的人员 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很多人把后面的这一种说法提出来 说那个学生没有让他去退票,是说要补票 去洗白整个这个事情 你怎么有什么可洗的呢,我觉得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的话 不是更打脸吗,知道吗 就是更加显得这个学生的这个情商之高 就是骂人也不露痕迹啊,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给学生拍手教讨吧 然后据说这个龙马精神这个片子啊,确实非常非常烂 就是烂到无以复加,知道吧 就是中国就是成龙,成龙是拍的一辈子 虽然是就是成龙式的喜剧,成龙式的公司片 对吧,但是呢,他是一个没有电影审美的人 他也是一个不是太懂得电影叙事的人 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出了一大堆的烂片 成龙式的这种功夫喜剧 三板斧,后面就没有什么营养 对吧,就是一大堆的烂片 所以这个吧,就不说了 就是喜欢他的人都我也拦不住,对吧 但是成龙人家也非常的直白 说啊,我这个,在这个龙马精神里面啊 跟这个,跟一大堆的烂演员合作 什么,一堆烂演员,什么郭麒麟,刘浩存什么的 不拉不拉,也真是挺直白的 人家成龙头下场都说,跟一堆烂演员合作了一个烂片 对吧,你们还非要一个劲的喜 还非要去电影院啊,捧捧捧脚 那我觉得那个吃亏的不就是你们,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这个是个由头 因为这个由头呢,我才想录这么一期视频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另外两个导演啊 一个是冯小刚,冯小刚最近也有一个片子啊 也上映了得有十来天了吧 就中犬八宫,中犬八宫呢 是一只讲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啊 人与狗,这个八宫呢 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电影IP 原创IP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火的一大糊涂 至少得20年前了吧 后来这个IP呢被美国买了之后呢 又拍又拍了一个片子 是理查基而演的啊 也是一个人和一个秋田犬啊 一个中年的故事 我估计应该看我频道的人应该都看过吧 然后冯小刚呢,这个电影呢 也是基本上把这个IP啊,原原本本的买过来 之后呢,故事大型 核心的这个矛盾冲突创意是没有变的 但是改成了一个中华田园犬啊 然后发生在重庆啊 这把它的就是把它细化到 或者说把它沉浸在了中国的一个小城市里面 本土化了一下 嗯,这个片子我没看啊 但是看了几个情节和片段啊 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的橙色就在那摆着 拍也拍,拍不了太差 就是说中犬八宫都能拍杂 那这真的是就没救了啊 所以这个冯小刚这个片子吧 我就不多指摘了 但是彭小刚呢,接受了一个叫非常道的一个专访啊 一个多小时 今天你们还抽空去送了一趟女儿读书 结果还惹出了一些话题在网上 就是因为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啊 就是过去你觉得这事没,完全没有 无中生有,你会挺气愤的 后来你觉得这是这么一时代 你也左右不了这件事 大家也把这当人一乐 当然它也会导致一些就是一些观众觉得 哎,你这个,你这个,跑美国去了啊 你这美国人,那你是不是要 就这时候就得拿着一护照 就是对着镜头说 你看啊,我是,也有点傻 就被一些谣言耍来耍去的 昨天我还几个跟这个业内的演员在聊天 我还是在说 我说你们这个还不应该这个 出国的人多了 如果每个是出国 不管去玩还是去工作 还是送孩子,读书 你转一圈的人 你都可以被称为叫润了 叫跑了移民了 这得移出你多少人呢 我听完了之后啊,就是两个字 阿呸 就是实在是很抱歉 我是觉得,怎么说呢 这个冯道以后拍的电影吧 我基本上不太会去捧场了 这个他参与主演的一些片子吧 如果那个片子的故事我比较喜欢 还是会愁两眼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这些导演们 对吧 这个,该吃吃,该喝喝 有电影要上映了 又装大尾巴狼 又回来 叭叭叭的说 哎呀 他们都已经教我了 你越反击 什么 他们越黑你黑的猖狂 吃瓜吃一半 你出来自己下场辟谣 还觉得,哎呀 我这吃瓜吃得好好的什么的 就是,就挺没劲的 是吧 就是这个是冯小刚 徐征 徐征挺有的挺逗的 最近呢 他,就是他要上一个青春华游记 这么一个综艺啊 当一个驻厂嘉宾啊 然后据说呢 就是官方宣传嘛 就是二十年后 十年后 徐征和王宝强在合体 是吧 徐征王宝强在太炯之后啊 就是鲜少在一起合作了 因为他俩不太对付 就是 因为在这个时候插一句吧 就太炯的时候 明明我王宝强的戏份是第一 第一重的 但是呢 在那个戏上 王宝强并没有分很多的钱 没有拿很多片酬 但是呢 在那个戏上 黄渤作为一个男二号 或者说男三号吧 绝对不是男一 对吧 其实赚了很多 名啊 利啊什么的 就是分赃不太决 所以就有一个先天的一个 这个不太对付 但是后来新宿环游记 这个综艺呢 又把他两个人合体了 宣传 但是这个很多家长啊 又冒了出来 因为你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家 家长的力量 说我们要抵制徐徐征 不要让徐征当这个综艺的嘉宾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的一些家长 真的是闲得慌的啊 就是一天到晚的好像没班上 还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老关注一些特别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 什么动画片啊 哪个男主演啊 女孩啊 染了头发啊 不行 不能让我们孩子看 什么这个什么中国奇谈里面的 这个拍的这个像口固片一样 要吓死我们呀 给他下架是吧 然后一看哪个艺人 徐征 烈迹艺人 我不喜欢他 让他给我怎么样 然后那个浙江广店啊 专门还为此发了个文 说徐征在我们这没有定义为烈迹艺人啊 烈迹艺人不存在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这事吧 就忽然间爆出来也挺好玩的 因为徐征啊 就是在商业上 以及在这个作为电影啊 就是电影人的这个人员 而人品上面啊 都怎么说呢 就是会有人质疑他 那商业上呢 是因为他那个完蛋老婆啊 这个跟那个张婷 林瑞阳夫妇搞的那个 他老婆叫啥 许是桃红 牵扯到那个什么 亭秘密里头的这个 叫什么 传销案里头 对吧 但是徐征在里面有没有股份呢 呃 官方说没有啊 没有牵扯到他 但是 总会是他媳妇出的事情 然后徐征又在里面跟这 这两两口子 两家人玩的特别好 宅不干净呢 这个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他呃 之前拍那个九妈的时候啊 九妈的时候本来这个这么好的电影 又是徐征又是王宝强又是什么 他就应该去上电影院线啊 让电影院收收一点票房 线下的一些流量什么的 但是人家转手就卖给了这个字节跳动 直接走线上湍流流媒体就发了啊 1617年的时候 直接挤了几个亿直接输入囊中了 把电影院抛一边了啊 你想想这个 就是很多人不太了解啊 就是在中国这个电影院线的这个势力 还是很厉害的 怎么说呢 这个电影根本没他的份儿 也没有参与宣传 也没有去写 也没有怎么样 结果呢编剧就挂着他 结果原创主创团队呢也不高兴 说徐征你都没有参与我们这个项目 对吧 挂你的名 对吧 就是因为把这个电影人啊 创作者啊 最在乎的就是版权这个事情啊 所以一个版权事情 然后得罪院线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在商业上面啊 也有很多商业合作伙伴什么的 就一来二去的弄的不太干净 徐徐征这两年也很少再有好的片子出来了 对吧 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徐征上一个拍的比较好的是爱情神话 那这个很小众的一个题材 之前呢拍了一个我不是要神的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你没有片子拍你出不来就很难 所以去搞的徐征呢就只能去上平平上综艺啊 上个什么土豪大会啊上个什么喜剧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什么的 用综艺来稳住他的这个流量和口碑 他又是一个又是电影明星因为他比较斜盖嘛 又又是喜剧演员又是导演啊又是一个意见领袖是吧 所以就这就是徐征所以挺有意思啊 你看中国这些导演们总总结一下吧徐征 然后哎怎么说呢 这个冯小刚张一某一某一某国师那是另外一个level的事情啊 包括成龙啊什么成龙大哥 就是就是我觉得你们都已经在这个电影市场上赚的盆满拨满了 都已经火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该下场休息了该退休就退休吧 别出来这个逼逼了是吧 给新电影人一些机会是吧 这个该推成初心了 你就想想这个老的他不走 新的也冒不了头也出不来是吧 就是搞的这个市场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哎呀就弄的挺没劲的 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就聊了这个事情吧 然后也希望这个我觉得这些观众朋友们啊 就是片子如果特别烂的话 就别去电影院贡献票票房了 没必要是吧 follow your heart 那你去捧他的臭小 他一边在边忽悠你还赚你的钱 那凭啥 好呗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一会去看Eason晨的演唱会 我不知道我晚上可能会 这个嗓子会嚎成啥样 所以明天大概率就不更新了吧 行吧我快热死了 OK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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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